新疆它有很多都是生产队 而新疆 大陆现在治理新疆 就从根本上 铲除疆毒 铲除恐怖主义 是怎么样 我让 莫斯林 有好的工作 受好的训练 有好的生活 有好的未来 所以新疆的经济非常重要 你加大力度 去改善新疆的经济 那新疆产什么 新疆产葡萄 产哈密瓜 有棉花 种种种种种 葡萄就可以做葡萄酒 所以新疆的产出 它的产品 可以行销全世界 就可以改善新疆 居民的生活 提升新疆居民的生活水准 就可以让新疆稳定 你知道当一个人生活过得好 他的家庭生活过得好 他觉得我生活得有希望 我可以安居乐业 我这个人 我可以有未来 我可以更好 那那个恐怖主义就没有根了 为什么在美国 在欧洲 在中东 很多恐怖主义 是你 西方国家 欧洲 美国 他反恐 反了这么多年 反了几十年 可是恐怖主义 越反越凶 你看现在在欧洲 还是一样到处 随时都会有突如其然的 一个恐怖的活动 为什么 因为那个恐怖主义的根 它其实有着错综复杂的 有文明的冲突 宗教的冲突 人种冲突 国家的利益 当然还有就是 西方的文明 还有帝国主义 还有美国或者是很多强权 他为了打A 他去扶持B 然后再去制造C 这个恐怖团体 当今事实上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恐怖团体 追根溯源 原来是美国所支持 美国要讨厌 要打一个国家 要颠覆一个国家 要推翻一个国家 他就搞了一个东西 制造一个团体出来 去对付那个国家 那个团体就会用很多 恐怖的各种手段 所以恐怖组织 恐怖行动 你要去对付它 你要找到它的根 那大陆现在积极的 竭尽全力的 要让新疆的人 生活得更好 那美国在做什么 美国说不 我不准你新疆的这个东西进口 不准你新疆那个进口 因为我认为 哦 你这叫集中营 有没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 美国说是集中营 就是集中营 那怎么办呢 所以新疆的棉花 如果出口的地方少了 那它的价钱 就是不是会跌 价钱跌了 是不是就影响 新疆人的生活 所以美国口口声声 在反对恐怖组织 它口口声声 在争取人权 它其实 是在制造 更多的恐怖团体 制造更多的恐怖活动 它其实是在打压人权 它为了要分裂中国 不择手段 这个是新疆的棉花 然后对大陆 大陆的很多人 到美国去留学 去游玩 去干嘛干嘛干嘛 签证 它本来是说 凡是共产党员 跟他的直系亲属 都不准入境美国 但现在呢 稍微放宽一点 反正就针对性 只要你是共产党 跟共产党员的 直系亲属 你到美国 我可能就监视你 我给你的签证很短 怎么怎么样 所以它是要挑起来 要锁定 中国的共产党员 它要把中国人民 跟中国政府分开来 要把中国人民 跟共产党分开来 你懂吧 我把你整个社会 割裂成很多块 让你很多人 会觉得 我那个共产党员 到美国不方便 我的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 所以我到美国 就不能留学 这样子 就很多矛盾 大家就觉得 共产党好恐怖 所以共产党就不好 懂了吧